好 當然現在在其實本土疫情 每天的確診人數都不斷的飆新高 而且昨天的單日確診人數 已經突破萬人了 聊天室裡頭我有看到陳賢俊 他提醒大家 現在真的不要隨便亂傳確診數字 因為指揮中信已經告訴你了 這是違法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點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這個快篩實名制 在28號這一天已經正式上路了 但是第一天真的亂象很多 好 像我個人本來想說 要不要去排 後來想想還是算了吧 因為排隊可能也買不到 各地的藥局全部都出現了排隊人潮 不過健保系統履傳當機 就算排得早你也未必買得到 剛剛我看到有網友說 這一排就是兩個小時才買到 好 民眾抱怨買不到快篩試劑 等不到做PCR通知 1922也打不通 而且本土的確診人數 已經突破萬人 說好的政府超前部數 到底在哪裡呢 民眾氣得破口大罵 因為排隊等了一兩個小時 要買家用快篩 有些藥局還沒有開賣就當機 稍微回復正常 9點開賣一查健保卡 不到五分鐘又當機 要是只能一一道歉 鏡頭轉到基隆 要是光處理蕩機生意都不用做了 全台系統都掛掉 換間藥局 兩位藥師在兩台電腦同步作業 電腦螢幕不停旋轉 沒有反應 接著斷斷續續蕩機 插個卡要半天 要是要搞定電腦 還要搞定民眾 不只系統有問題 快篩世紀的配發量也有問題 配發藥局一天只有78份 以基隆為例 基隆市配售只有78家藥局 一個藥局一天78份 總共一天只有6084份 但是基隆有155983戶 就算一戶只領一份 分流一半的戶數來買 買到的機率只有7% 開賣第一天 已經在想第二輪何時開賣 全國販售加數總共有4965家 截至下午1點 完售加數高達1677家 全國可以販售41.5萬人份 已經售出35.8萬份 由於北部疫情熱區賣得快 民眾希望多配發一些 但被陳時中否決 鑰匙工會則是開發快篩 實名制地圖 可以查詢所在地周邊的販售點 民眾出門之前先查 才不會白跑一趟 記者周天姐 李其英 王一仲 台北報導 接下來持續還是要來看到 就是這個快篩實聯制的問題 其實各地亂象很多 剛剛告訴過您了 全部藥局全台灣都在排隊 不過新北林口區 則是有28間的藥局 在昨天上午的時候 完全都沒有任何快篩試劑可以賣 民眾忍不住抱怨說 難道我們變成了四等公民嗎 好 根據了解 是因為中央委託的宅配業者 在配送的過程出了問題 一直到下午的時候 各個藥局才正常配貨 藥局外民眾大排長龍 本來一早該開賣的快篩計 近遲遲沒到貨 直到晚上藥局才正式販售 都沒有到貨 接到空間 藥局電話被打爆 電源接到手軟 家用快篩十連至28號首度開賣 但新北市林口卻沒貨可賣 28間藥局完全沒收到任何快篩計 讓民眾抱怨連連 直呼根本成了次等公民 跟主要解疑似是中央委託的宅配業者 運送過程出差錯 直到下午各藥局才陸續正常配貨開賣 但眼看排隊人潮依舊買買買 也有民眾下道決定放棄 全台四千多家藥局同不開賣快篩實名制 新北林口意外出包 索性最後藥局收到快篩計後都順利對外販售 也讓等待已久的民眾終於鬆一口氣 解釋好不好 好 快篩試劑的實名制呢 昨天正式上路 不過在疫情升溫之下 民眾瘋搶快篩試劑 而且昨天上午還導致健保系統一度當機 根據聯合新聞網的報導指出 健保署統計了到昨天晚間六點鐘為止 全台販售機構加速有4875家 總計就賣出了365,839份的快篩計 其中以新北市最多賣出了65,370份 其次是台中市賣出了48,099份 第三名則是台北市的43,295份 另外如果針對了銷售率來統計 新竹市 彰化縣還有嘉義市高達96% 現在算起來全國22個縣市的銷售率 達到八成以上的就有17個縣市 但是離島縣市的銷售率只有兩成左右 好 針對這個快篩世紀實名制上路之後 民眾的心聲又是如何呢 接下來我們走上街頭 帶你一塊來聽聽看民眾的看法 快篩實名制今天上路 各大藥局都出現了排隊人潮 不過一家藥局只有限量78份 而且系統頻頻當機 您怎麼看 最近就是因為Omicron太多人 最後一號 我就反正大家來買 我就跟著買 因為他們可是怕搶不到 然後就會一直來排隊 然後就等 不然你這樣也是群聚 根本就沒有保持1.5公尺的距離 要上班的沒辦法排 我覺得以台灣的水準不應該是這樣 沒有空 上班沒辦法 無奈 小老兵就是無奈 可是這些應該可以提前部署的來不及 我是覺得都慢判排 政府配套沒有做好 因為其實從之前疫情到現在 其實過了一年了 如果要準備的話 其實應該早早不及 避充品的東西你一定要提早備 預防一萬一 不是等到火燒壁虎了 你才要在那邊政府要徵收 才要適量發管制 NARPA的 你們政府官員在幹嘛 講實在的政府官員幹嘛 我們政府會做事剛好亂講 有政府會做事剛好相反 剛好相反 對 現在要講對不對 等一下PCR也要講 等一下得病啦 可能床位也要講 要排隊 量夠量夠 政府官員都在那邊講屁話 每次也都在講什麼量夠量夠 最後釋出老百姓恐慌 大家在那邊追這些東西 你講是不是每次都這樣 口罩也不是一樣 酒精也不是一樣 現在換四季不夠了 別人已經解封了 我們是你知道 我們有好多時間準備 可是最後竟然是這樣 所以很訝異 我說為什麼不可以像就是口罩一樣 就是網路上先預約 然後再訓練這樣子 確實要網路預約 就是比較有秩序 然後你也不用浪費時間在排隊 會覺得怎麼亂還是很亂呢 對啊 就沒出來 這件事 航縫應該要出來 這件事情不是電腦的事情嗎 航縫 我知道 他不是 這個 預約制的 用網路預約的 就是你約好你就時間到去 不用讓大家浪費時間在外面排隊 這樣比較不會情趣 很多民眾都想問 那為什麼不跟口罩一樣 用網路預約比較好呢 好快篩現在已經變成我們這個生活的一部分了 但是戳鼻子採檢讓不少人都覺得很痛苦 尤其是小朋友採檢都會哇哇大哭 因此現在有立委就建議國內應該要引進唾液快篩 因為在德國這一季只要新台幣30元 小朋友做鼻腔採檢娃娃大哭 大人也戳到狂流眼淚 想到常常一根採檢棒要插到鼻腔裡 大家先驚驚 戳鼻子這件事情 我想大家是沒有辦法忍受每天都戳鼻子 所以大家很希望說現在其實有唾液快篩 來替代所謂的戳鼻子快篩 立委呼籲國內應儘快引進唾液快篩 兩者比一比鼻腔快篩採檢方式 要將棉棒伸入鼻腔至少兩公分左右 各旋轉五次 價格落在200到350元 唾液快篩則是用咳嗽的方式 清出咽喉處的唾液 在口腔中停留一分鐘 突出一到兩喉聲的唾液 再倒到減體容器中 價格相當便宜 只要30元 檢測時間10到15分鐘 兩者準確度差不多 但就是鼻腔採檢 讓人非常不舒服 專家分析Omicron感染初期病毒會大量在喉嚨複製 後期才會慢慢伸到鼻腔 所以許多國家早已採用 摊開各國拖一塊篩價格 美國150元 德國30元 馬來西亞35到120元 價格都比鼻腔採檢便宜 面對立委及許多民眾的請求 陳時中給了正面回應 陳時中表示 已有廠商向食藥署申請推快篩認證 只要通過檢測 不久之後 民眾就可以免於忍受戳鼻子之苦 記者楊申 陳嘉倫 台幣採訪不到 好 在主頻道我有看到這個網友蘇明皇 加入我們的會員 非常感謝你 另外在子頻道呢 也有看到夏天的風對我們的斗內 他留言提到了 舉債8000億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好 接下來我們持續來看到 立委高嘉宇 他呼籲能夠放寬唾意篩檢 現在他又提到 他認為手指血氧機是家庭必備 來看到台灣一台動輒3000塊錢起跳 實在是太貴了 因為國外普遍的價格大約是500塊錢上下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他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 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